雷射雕刻机与三款材质的克制效果比较 雷射切割机在金属、压克力、木板等材质上皆能呈现多元效果 一生将透过以上三种材质来介绍雷射雕刻的应用 一、金属类雷射雕刻机 金属本身的硬度及耐热度比较高 若想在表面做标示或效果 使用金属雷射会更省时省力 且效果更细致 应用案例有公司招牌、线条复杂的窗花、立体字等 二、压克力雷射雕刻机 压克力板可以透过切割、雕刻、刻画出字体或图层的轮廓 此外也能透过雾面扫点的手法 将细致的相片图像刻画出来 或是依照图档深浅在压克力上呈现立体图雕的效果 应用案例有压克力字的奖牌、奖杯、纪念碑 三、木板密集板雷射雕刻机 木质分为载质的密集板 以及原木干燥后做成的石木 经雷射光速切割后 切口会有灼烧发飞的情况 所以务必留意材质厚度 若想呈现颜色变化 也能在该材质安全深度范围内 雕身后填入色料 应用案例有木质器具、高模的模板、饰品、展示架等等 若想自己制作压克力、铺板、纸翼、皮革等商品 益生也有提供雷射雕刻切割机 不仅工作空间大、应用范围广、切面光滑利落 再复杂的图腾、线条走向 全都能轻松驾越 益生成立超过20年 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 包含UVG分机、雷射雕刻机、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 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 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 欢迎找群MRT品牌一生 免费服务专线 0800-520-005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